嗨 大家好 我是劳柯 今天我們要來講有關於大金的這件事情 事情是這樣的 有常常在觀看我頻道的觀眾們應該都知道我是最推大金的喔 今年呢 不外乎 我也還是非常推大金 先說這一集沒有業配喔 那為什麼推大金其實在之前的影片就都有說明了 我也就不一贅述啦 但是今年我想跟大家講說 如果大家今年想要買冷氣的話 一定要先買大金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他的官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喔 就是這個2024年的6月13號的這篇文章喔 最後我們來看最重要的這裡喔 綠色創新邁向碳中和 這個我知道所有的消費者都非常非常害怕喔 現在目前 現在已知的嘛 日曆跟國際都已經跟上了 所以我在猜目前大金也有可能會往這個方向啦 因為畢竟他在以前的這個材質啊 並不是像現在這個時候的這麼好 所以也就是說 目前現在這一批的大金他的材質還是非常的棒喔 因為我有親自看過 真的非常的沒有問題 但是不知道他等這一批貨賣完之後他的後期的製造的時候呢 他會不會去添加這個綠色創新邁向碳中和啦 這個就是非常讓人有疑問的地方喔 那對於這個大金啊 他在要求碳中和 我看到這篇文章 其實我說實在的話 我有點恐慌啦喔 我都已經快沒有冷氣可以買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邊我就直接講 如果今年大家真的要買冷氣的話 真的建議你喔 現在的材質非常非常棒 趕快買好不好 你有可能之後變成碳中和之後 可能就買不到材質這麼好的 以後他會不會添加綠色創新跟碳中和 其實我真的是不太清楚啦 因為畢竟我也不是他內部人員嘛 我只能藉由現有的資訊去做一些詳細的判斷 那我這邊真的也是誠摯的希望大金啊 唉 材料不要碳中和 好不好 這裡真的誠摯的希望大金可以一直的保持這個狀態持續下去 但是以目前現在的資訊來看 因為大金的製造產地是在泰國嘛 這個就要看他到底加不加啦 在這裡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買的大金是六七年前的大金 基本上他是有加的啦 所以這邊我個人私心希望 如果各位觀眾看到了這一支影片啦 如果你真的最近有想要買冷氣的話 我真的誠心推薦大金 覺得自己每一件一起玩 看我一件中的記憶 比我想要看你 前面的預言 比想要說 如果師父神 明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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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